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嗨,大家好,我是梅琪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的曲梅琪 來跟我們做一個訪談的節目 那今天的主題主要會圍繞在老師的一些學習上面 然後主要是老師學習了一個 應該算是finger style 如果說他是鼻祖應該沒什麼人會反駁我吧 可以這樣講 對,就是有一個鼻祖型的人物叫做Michael Hedges 那老師是他的一個big fan 超級大粉絲 對,粉到他現在還特地跑去找了國外的專業人士 學習他的歌曲嘛 對,沒錯 對,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剛好是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話題 所以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不論是在Michael Hedges的技法上面 然後還有跟國外的學習者做視訊的學習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尤其現在整個疫情的狀態 也間接的導致整個視訊的學習 算是蓬勃發展 對,現在真的慢慢的越來越流行這個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可以來聊一下 那馬上進入主題 好,那首先還是要先問一下老師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 我正式學應該是高中一年級參加吉他社的時候 那你剛開始接觸的風格應該也是彈唱吧 對啊,就音階的doremi開始 然後四大和弦什麼的 那是怎麼從彈唱的過程演進到就是學finger style 因為像我一直到學finger style 是我從小五小六開始接觸吉他 我就連我在當時樂器行看到Tommy Emanuel 我想說這個老婆是誰 然後我想說來台灣 就是來台灣表演 OK 然後就放著我就沒有在管他了 然後一直到大學 我也是因緣際會下拿到木吉他了以後 就是因為團員慢慢的變越來越少這樣 然後就從電吉他開始慢慢的拿到木吉他 然後為了增加一些彈奏的內容豐富性 然後才慢慢的去稍微搜尋了一下 木吉他的一些相關彈奏 也才慢慢看到finger style 而且但是大前提是什麼 就是我那個時候已經大學了 然後網路已經YouTube的什麼都已經開始出來 對啊,可是在老師的那個時期 是連網路都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電腦還是什麼動詞系統 對啊,那是怎麼看到 對啊,對啊 不然現在講這些沒有人聽得懂 動詞系統是什麼 對啊,那是怎麼結束到子彈 我大概彈唱學了一年之後 然後我開始覺得吉他滿無聊的 就是那些和弦 就那些彈法 第一、二、一、三、一、二、一 然後那些刷法 那些好玩一點 就前奏可能彈起來也覺得滿好聽的 然後就覺得還要繼續玩嗎 好像可以換一個了 然後到 覺得已經學通了 對,就覺得 吉他還滿無聊 搞不好就這樣嘛 然後到高二的時候 就是我們社團的發表會 然後那個社團老師就找了 董運昌老師來當我們的演出嘉賓 那之前就聽過他的演奏專輯 可是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是現場看到他這樣 手這樣咻咻咻咻的 哦,原來吉他還可以這樣還可以那樣 就覺得哇 那我還想要繼續彈那些東西 那實在也是很難的耶 那個時候老師 董老師已經發行了自己的專輯 嗯,大概發到第二章吧 城市冥想那一章 而且你剛剛講到的就是 因為現在音樂對大眾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普遍正常的一個事情 對啊,就連我小時候聽到一些 神奇的音樂 我也就覺得就是音樂啊 就是音樂啊 就是沒有覺得它是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但是如果有機會可以現場看到一些 音樂家現場演奏那些聲音的話 其實那個視覺帶來的震撼 也是不一樣的感覺 有人就會覺得 哇,我也好想要學會 我也好想要學會 你的左手也好想要在那邊咚咚咚 對對對,很想要咻咻咻 不要永遠只是在那邊吸A買FG之類的 所以也算是董老 讓你踏散不歸路就對了 推坑 推坑 所以那個時候 你開始知道了 有這樣子的風格了以後 那接下來呢 再來我就跟我的老師要說 我也想彈這種東西 有沒有 老師就給了我 董老師的 不是 董老師的 暗淡的樂 對 然後我就 在暑假時候自己慢慢摸慢慢摸 把它彈起來這樣子 然後是上大學才 就那時候剛好董老師出了 聽見藍珊的味道那本書 那我就花了一個暑假把全部彈完這樣 你知道這種事情就是 我知道國外有一些 有一些狂人啊 他們在cover 就是比如說在cover誰的作品誰的作品 他們是一次cover一張專輯 就一次就是一張一次就是一張 那時候好像差不多是 你是我大概算是我第一次聽到 有台灣人這樣一次幹一張 因為那時候資源不多啊 就只有那一首上就只有那一首 你剛好也就想要練fingerside 剛好手上也只有那個 對對對 所以練完一首就接一首了 對 就因為也很喜歡那張專輯啊 就會很好奇這個聲音怎麼難 那聲音怎麼難 我最熟的曲子大概就是董老師的作品 跟Michael Hages的作品 其他嚴重傢伙就不是很帥 沒有人可以跟你搶那個董老師的位子 你大概就是第一名 可能 那老師大概是什麼時候 開始接觸到Michael Hages這號人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作品 也是就是董老師在我們的發表會上 有談的那個 就是他 就是他 談了他的layover 然後我記得當時就是台下 他完全的安靜 然後他已經彈完了 確定沒有睡著 確定沒有睡著 對 也沒有任何聲音 然後他還把麥克風拿過來說 彈完了 他就瘋狂的拍一首 還是大家在等說什麼唱唱歌 應該不是 他有說他要彈的是什麼什麼演奏曲這樣 然後我當時在台下感想就是 我這輩子如果可以把這首練起來 我就夠了 你才高中欸 你才高中欸 那個手怎麼有辦法這樣子 到底怎麼做到的 對 然後我是 後來進音樂教室當老師 然後有一次就是要上課 然後我的老師正在播放一個影片給其他的學生看 然後我只是經過 然後就看到螢幕上有一個綁辮子的男生 然後很像 對他的造型確實 很像起笑 起當 這樣彈 我第一次聽到這號人物的時候 我想說他大概也是那種占盡為座的人 結果他不是 他背一個 他不是欸 然後綁一個小辮子 然後我經過的時候還想說笑 他那個吉他有必要這樣嗎 神經病 然後我就上課了 後來老師就又找了一個時間 播放同樣那個影片給我們全部的人看 我才真的仔細的全部看完 全部看完的時候 我心裡只是覺得 為什麼他已經掛了 我真的也看不到他現場 我好像哭 對大概是 我可以懂這種感覺 我也很想看Michael Jax 對 就是一個小小的人在彈吉他這樣 那後來你有發現 原來Layover就是他彈的 對後來我才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的老師還說 他手上有Layover的譜 我說我想要學 他說那你 我今天給你 你如果明天可以彈給我聽 我就Copy一張他的專輯給你 我那天晚上回去就是不睡覺 然後我就 我就那個整晚就是把那首歌練起來 隔天被捕的狀態給你 被捕 對 然後他就馬上把CDCopy給我這樣 我的他的第一張專輯 我擁有的他的第一張專輯 是一個Copy版 對 他的第一張專輯 大家不要打擊小怪 這在當時就是 對 雖然說是不對的行為啊 但是當時就是 這是一個民間 民間通用的行為 可是後來我就去所有的唱片行 搜刮他說的 你那時候他是Copy CD 對光碟啊 那時候也只有光碟 沒有MP3這種東西 對對對 後來我就搜刮他所有正版的光碟這樣子 然後還請學生從美國幫我買了他的譜 這樣 那那一份不少錢 就 我已經忘記多少 反正我就是先線上刷卡 然後寄去美國的學生家裡 他剛好要回他 我們幫我拿回來 這樣 那個應該是超興奮的 對 拿到的時候就開始翻 然後沒有一首會 粉紅色線線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就有粉紅色線 對啊 他的譜上面都有 這個等一下會再分享給大家 秘密 對對對 等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老師在音樂教室的時候是高中大學 剛考完大學的那個暑假 剛要上大學的那個時期 所以你差不多是在高三大一左右 比較正式的學習麥可黑橘石的內容 嗯 差不多是這樣 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體會到他的可怕 我體會到他的可怕 那個時候只覺得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很熟那種敲來敲去的曲風 可是他其實蠻多是那一類型的 嗯 但我那一類型的曲子 我就因為譜我也看不太懂 就是他有一些符號到底該敲哪 該做什麼 我都看不太懂 我覺得其實這個到現在也是很討厭的一件事 因為沒有一個標準 對 比如說我要打一個大鼓 你敲這邊也是大鼓 你敲這邊也是大鼓 然後 到底要敲哪裡 可是那個我從美國買的那個譜 因為他是John Straub寫的 他是一個極度龜毛的人 對 然後他每一個符號都有標註 這個符號 你是要敲哪裡 手該放哪裡 怎麼樣怎麼樣 他有一頁特別說明 有有有 但是我英文很差 我也看不懂 那當時就是 反正就是拿普就硬彈這樣 比較是只彈型的我還可以 但是如果敲打類的 我幾乎都沒有彈過 但是我在彈他只彈型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怎麼想得到曲子要這樣寫 那個聲部為什麼可以那麼漂亮這樣 同時可能有兩條聲線 三條聲線在跑 然後有時候是這個是主角 有時候這條又出來變主角 那我如果要表現出這種東西 我的右手就要很清楚的 控制每一個手指頭的 哪一條選要大聲 哪一條選要小聲 對 這也是我在聽他的音樂的時候 會很注意的事情 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我都試著去做 然後試著把它 以我知道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樣 這邊要不要先請老師給大家介紹一下 Michael Hatches這一號人物 他的出身背景是怎麼樣 他是一開始就學吉他嗎 還是他有一些其他的音樂底子 我目前自己做的功課大概知道 他應該是18年級碰到吉他 但是在那之前他學過很多的古典樂器 比如說鋼琴 那個叫單黃管還是雙黃管 反正吹奏類的 一些古典類的樂器 對 他也玩過大提琴 但是都不久 都不久 但是一摸到吉他就沒放下 對 他就是好像受到Beatles的什麼歌的影響 很多很多藝人的影響 他覺得這些好聽的歌都有吉他 然後他就開始試著要去碰吉他這樣子 對 然後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比較有印象的是 他後來學了很多古典的東西 比如說作曲啊 然後音樂理論 所以他在學校是學音樂相關的科系 對 他有修過蠻多這方面的東西 作曲跟音樂理論 然後古典吉他有摸 但是他不是說什麼是古典吉他系沒有 就是他有摸過這一類的音樂 有算是自己學過這樣 他其實成長過程就是一般的小孩子 可是像比如說他為什麼會開始敲打這些動作出來 我看的那本書上面 就是我買的那本譜上面 其實都有寫他是受了誰誰誰的影響 但我沒有記在腦子裡 對就是聽了誰誰誰 然後所以他想要做什麼 聽了誰誰誰 想要做什麼 想到可以這樣彈 想到可以這樣彈 所以其實雖然說像比如說隊伍 還有對很多的學吉他的朋友 雖然說Michael Hedges 像是一個鼻祖的人物 但是其實他也不是最早開始敲擊的 他也是受到某些音樂的啟發 然後在自己發想 可以這樣試試看可以那樣試試看 對 那除了敲擊 他當時敲擊帶給大家經驗以外 雖然說這個比較隱密一點 但是有學吉他 然後想要嘗試彈奏他的內容的吉他手 應該都會對他的技巧感到訝異 就是他的那個指行的技巧 他是怎麼創造這個技巧 是他發明的嗎還是 關於這個我有去看他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 我在書上我看到 大概中文翻譯是這樣 他說如果你彈了 然後你讓所有的聲音都響著 他也不會去說這樣就是不好 但是你為什麼要那麼欠缺思考的 就讓他想著 對 你應該要有責任一點 Be responsible 我喜歡這句話 我喜歡這句話 就是不要只是因為你彈了 就讓他開始著想著這樣子 講 換句話說就是 你要能夠對每一個音符思考 你要讓他什麼時候開始 要讓他什麼時候結束 是的 每一個音符 的確是這樣 不是彈過就算了 對 就放著他有聲音 就有聲音 你剛好碰到他 他沒聲音 他就沒聲音這樣 對 所以我在後來開始接觸這個彈法的時候 我在去彈 的確可以感受到 欸 對啊 這個聲音如果繼續響 可能會有一些不和諧 那可以 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他把它消掉了 喔原來是因為這樣 他其實手放回去有 有幾個原因 我自己歸納出來的 但是我還沒有跟John check過 嗯 對 John是他現在 老師現在上課的 對 也是寫那本書的 就是他是跟Michael Hitches 合作出那本譜的作者 對 對 那還有就是 我也曾經問過他說 這樣的東西 可以運用在別人的作品上 嗯 就是我可以彈比如說Don't roast 對 但是也把這個手法用進來嘛 他說 其實他也蠻多學生試過要這樣做 但是後來聽起來都怪怪 嗯嗯嗯 對 他覺得想要運用這個手法到別的東西上面 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嗯 那你必須 其實取決於 你對那個音符的思考 嗯 所以所有東西還是回來這件事情 就是 等於說 等於說你必須先把這個技巧內化 內化了以後 你用整體視角的 有一點類似上帝視角的 嗯 狀態去思考整個音樂 等於說你不再把每一個音符 就當作是那麼單純的彈奏吉他 對 就是把每一個音符當作是 比如說管弦樂團 每一個樂器什麼時候哪邊要幹嘛 是是是 都要有明確的指派跟分配 對 然後你已經想像出來那個效果 所以你很明確知道說 這個音符哪邊開始哪邊停止 對 然後你要去控制它 大概是這樣 是的 真的是很恐怖的一個招式 對可是對他來說好像很自然啊 我彈出來就是那樣 因為 嗯 就像說 其實他還沒有彈古典吉他以前 他就是這樣彈吉他了 對 但一般來說會只選那個想法 我們的認知都是古典吉他才會去做這件事 但是他在還沒有碰古典吉他以前 他就是這樣彈 他就已經很有責任了啦 對 很有責任 像我剛開始接觸到Michael H10的時候 就是 除了他的敲擊 然後當然因為我那個時候已經學吉他了啦 然後我一認識他的時候 一方面也通過美景老師你 有介紹他的那個指弦法 然後我去聽他的音樂 所以 我已經有吉他的低了 然後 你有介紹我再去聽他的音樂 所以我可以聽得出那個差別還有那個狀態 所以我在練他的東西的時候 我是直接有知道這個招式 然後直接有去練這個招式 但是 在剛開始接觸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喜歡他的一點是 他 不只是 演奏家 嗯 他唱超多歌的 他也很會唱 對 然後 他也站著彈吉他 對啊 他到最後還坐在瑜伽球上彈 穩定性那麼好 就是一邊這樣晃一邊這樣彈 那他真的很那種殘羞的感覺 大概 對啊 我就覺得他跟我 對於演奏子彈的音樂家 印象很不一樣 他又綁兩小辮子 小小那種感覺 對啊 就好像是一個拿著木吉他 站在台上的 Rockstar的那種感覺 感覺 我覺得他的東西 只用聽的蠻可惜的 嗯 就是要用看 搭配視覺的話會更精彩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我在聽他的音樂的時候 我會覺得 他的聲部安排得很很細 然後呢 音樂的動態 主要是動態 我會覺得 我受這個影響蠻大的 就是音樂本身 即使他是敲啊刷啊什麼 都有他的大小聲 還有他的聲 聲線藏在裡面 而不會因為是刷就聽到 都全部是六條弦的聲音 他可能第三弦的聲音 會特別明顯 或第四弦的聲音 特別明顯 就會讓我知道說 原來我們在刷的時候 不是只是刷住聲音 他還要有一些細節在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會想推薦大家去聽他的東西 是因為希望大家可以去聽出他這些細節 然後在自己彈奏的時候 也試著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會讓自己的演奏進步蠻多的 這樣聽的感覺就是他很把 就是他不只在只彈的時候把吉他當成各種樂器 模仿各種樂器 他是連在彈唱的時候也在做這件事情 對 他連聲音都把他拿來當樂器用 我覺得 他可以從一個音標很久 然後穩到一個不行 然後一邊轉圈圈的之類的 喔對 他就是彈唱的時候 他是掛那個麥 所以他沒有那個麥克風的限制 他可以邊走邊唱 對 然後轉圈圈啊 突然坐著突然站起來 各種 像我在彈奏他的東西會覺得 這個 我習慣從曲名去理解 音樂到底在寫什麼 我常常無法把他的曲名跟音樂做連結 比如說 The happy couple 聽起來難過的要死 然後有的曲子 這算是一個他的二趣味嗎 對 然後有的曲名叫Two days old 什麼叫兩天大 到底是在寫什麼 然後Ragmuffin到底是 衣衫男女的小孩 這是一個什麼情境呢 所以上課的時候 我就有問我的老師問John說 那個Two days old到底在寫什麼 曲名怎麼來 可是他不是 就那個譜上面都有寫說他的受影響 都有一些介紹 對 可是他不一定每一首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麼詳細的解釋 對 然後他就說呢 Two days old 這首是他大學的時候在某個酒吧演出 然後因為酒吧比較吵 然後他就彈彈彈彈 他說這是我新寫的曲子 然後他就彈 那台下的觀眾就問說 這曲子叫什麼名字 可是因為很吵 所以他聽成你什麼時候寫的 他就說 Two days old 因為他兩天前寫的 然後後來他覺得 這蠻有趣的 所以他就把這首曲子的名字叫Two days old 大概是這樣 這說明了其實很多歌曲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迷思啦 就是有一些人會覺得就是 歌曲一定有意義 但是其實有的時候 他就只是音樂家當下 或者是某一個時期的一個狀態 一個心境 然後把他寫下來 那可能他的 你要說他沒意義嗎 可能也有 但是他可能是一段時期 對 不是某一個事件這樣 所以我超級難從他的那個title去聯想 他到底在寫什麼 那讓我想到也有很多古典院 他就是說第幾號第幾號 就編號 12345 什麼春夏秋冬 那都是後面的人在幫他上的這樣 我還有聽過他一個事蹟 是不是他在酒吧表演的時候 被一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喔 Will Ackman 對 說什麼 Wind Downhill 在衛生紙上寫合約 對 沒錯沒錯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很酷耶 但就是 我聽到這個故事是說 就是因為有一個 你剛剛說那個是誰 那個老闆 Will Ackman 他是Wind Downhill的老闆 Wind Downhill是一間唱片公司 獨立唱片公司 對他就在酒吧 聽到Michael Hedges表演 然後就驚為天人 然後覺得 雞不可思 在衛生紙上面就開始 正筆集數 合約書馬上準備好 就在一張衛生紙上 然後他就真的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就去發了他後來 驚為天人的一堆專輯 是 就是 這個真的是 這就是電影啊 所以他們 他兒子現在正在拍他的紀錄片電影 真的有 可能兩三年後會發行 然後也有一個叫 Jack White的人在寫他的自傳 那個Michael Hedges的自傳 他滿期待的 對 大概都是兩三年 其實也到現在也拖了有點久 這種東西早該出來了 他兒子現在才長大 這樣有道理 才慢慢的發現 爸爸原來這麼屌這樣 小時候看不起這樣 我也很期待這些東西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Michael Hedges 對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 不論是去看YouTube看他的一些演出啊 或者是在串流平台上去聽他的一些作品 真的是 絕對會讓你驚為天人 這個不是一般的那種 你會聽到的那種其他聲音真的不一樣 尤其他的一些技法操作 讓他的聲音真的很獨特 而且我覺得 即使是三四十年前的東西到現在看 我還是覺得很神奇 對 都經過了 夠了 那麼久 我還是覺得他很神奇 那些猜疑